女人不眠不休拍戏20年 这天终于下了个早班 正准备上楼补个觉 结果无意撞见大嫂偷偷给丈夫熬补药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大嫂才是我老公的太太 大嫂没有理她 吩咐宝奴把小梳子要穿的衬衣运一下 二嫂讥讽大嫂空手厨房25年 拖她的福才让整天忙着赚钱的自己没被修掉 大嫂也只是笑笑 小梳子刚下班回家 大嫂就热情地迎了出来 说熬了她最爱喝的飞鱼汤 二嫂受不了大嫂的殷勤 提议搬出去住 郑明没有同意 大哥过世20多年 身为长子的她要进一集团不可能搬家 如果让大嫂搬出去 二嫂直言她就是对大嫂移情未了 毕竟两人曾是初恋 郑明怒斥要是再乱说就离婚 她难得回家吃饭 公公开玩笑 她是当代独立女性 二嫂回怼独立有个屁用 回家还不是要看丈夫脸色 婆婆训斥她没教养 大嫂连忙打圆场 弟妹连续拍戏20年可能提前更年期 下次帮小叔熬补药的时候 会顺便帮她熬一份 二嫂气不打一处来 当儿子邀请堂哥去非洲露营的时候 她就嘲讽侄子体弱多病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大嫂怎么办 大嫂还没说话 这名就说要带侄子周末也要散散心 儿子很是羡慕 她还从内灯父亲钓过鱼 丈夫明目张胆地偏袒大嫂母子 让二嫂很不爽 当年大嫂和郑明交往三年 最后却选择跟只见过几面给大伯结婚 还没来得及举行婚礼大伯就去世 未婚先孕的大嫂坚持把孩子生了下来 赖在江家当大嫂 二嫂直言她就是想靠儿子攀附豪门 结果却被公共听到 路痴儿媳再敢用死去的儿子开玩笑就滚出江家 大嫂一脸卑微说没关系 不停帮弟妹求情说好话 背地里却警告二嫂若是在敢说她儿子坏话 就让她吃不了兜着走 紧接着一杯热咖啡泼到二嫂脸上 眼神中的冷漠让二嫂不寒而栗 没几天婆婆想给大媳妇买几件首饰 大嫂连忙拒绝 说只给她买不合适 万一弟妹不高兴怎么办 婆婆直夸大媳妇名誓礼 又顺带鄙视了一下二媳妇 大嫂是故意为之 这种方法可以润无戏无声地让弟妹失宠 二嫂文化不高 英台词里有英文NG了一整天 她有些闷闷不乐 侄子却笑出了声 因为前两天叔叔就说婶婶没文化 没想到是真的 二嫂更不舒服 直接将大嫂泼她咖啡的事说了出来 会长怒斥肘里之间就算再怎么不合 也不应该动手 大嫂连忙认错 解释是因为弟妹说公共的长孙活不久 她才会失去理智泼咖啡 会长话风一转就开始训斥二嫂 你这没人情味的家伙 我以为你只是没思想 想不到竟然这么 没有人情味 郑明也则被妻子口无遮拦没有素质 不配合她这么优秀的人生活 二嫂还要感谢她那心直口快的性格 否则早就被大嫂算计死了 她嘲讽郑明既然这么优秀 为什么还会被大伯抢走初恋 郑明背对的无话可说 喝水的时候大嫂笑她不自量力 二嫂让她不要小长 等护着她的公共过世 看她这个没名没分的大嫂还怎么蹦的 大嫂也不气恼 说公共去世前 她会联合婆婆先把她赶出江家 二嫂上了心只要有空就会回家 结果发现大嫂越来越过分 还肆无忌惮和丈夫在花园里喝茶聊天 结婚二十多年 她还从未见郑明笑得那么开心过 这还不算完 大嫂又当着全家人的面 亲手给郑明端粥吃 就差手把手喂进她的嘴里 二嫂冷言讥讽了几句 却被婆婆指责没有教养 当晚分家二十多年的三少也突然回家 跟哥哥聊了些家常之后 郑明就变得很失落 一脸悲怯地盯着大嫂 这一幕刚好被二嫂撞见 二嫂是又陷又气 却也不敢发作 她知道民豆吃亏的只会是自己 没几天二嫂儿子露营回来 大嫂直入主题 说她成绩差只适合运动 不适合管理集团 郑明没有反驳 二嫂问她是不是想让侄子继承公司 郑宇坦然承认 说那个位置本就是侄子的 也算是给过世大哥一个交代 我说江郑明先生 大哥是因为你才死的吗 什么 我说大哥是因为你才死的吗 二嫂没注意到她躲闪的眼神 说不会放过任何阻挡她儿子虔诚的人 大嫂自觉已经把小叔拿捏 跟在弟妹后面不停冷嘲 热讽她的儿子 不管她向到家中哪一个人 都不会被说头脑拨好 结果 她就偏偏向到某人 你说够了吗 说够了 这一幕刚好被郑明撞见 大嫂楚楚可怜 哀求郑明不要把事情闹大 以免气坏了公婆的身子 郑明夸赞嫂子 还是和以前一样心地善良 二嫂自不会坐以待毙 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翻盘的机会 原来侄子喜欢上了病妻来家里 照料她的小护士 出生寒门的大嫂还指望儿子 跟名门望族联姻巩固地位 最看不起的就是和她一样的穷人 豪门长孙从未出过门 却送了小护士一个名包 妈妈就很奇怪 问那个包是哪来的 儿子说是婶婶给的 大嫂马上找到悠闲看报的弟妹 让她不准搓好儿子和那个穷护士 二嫂是故意搓合两人气她 谁叫大嫂整天勾引她的丈夫 大嫂轻易不求公公 今儿却破天荒恳求公公 当儿子物色个豪门千金 二嫂心直口快 说侄子白血病都没治好 嫁到别人家怕会被说闲话 公公觉得有理让大儿习再等一等 二嫂耿直没有心眼 见大嫂生气便提出让自己娘家帮忙 大嫂说不用 二嫂解释她这样做全是为了大嫂 如果侄子真的娶了个豪门千金 她这个未婚妈妈 能得到对方的尊重才有鬼 多句实话 你等于是未婚婆婆 大嫂恼羞成怒 第一次用大嫂身份命令二嫂洗碗 隔天二嫂提前回家 发现侄子坐在花园里心事重重 原来她按照婶婶的建议邀请小护士约会 结果却被小护士放了鸽子 情窦初开的侄子胆怯不知如何是好 二嫂说女生都喜欢摆一下姿态 身为男子汉的她就应该勇往直前 做一个霸道总裁去征服小护士 大嫂忙把她拉进厨房 警告她不准再插手儿子的事 二嫂讥讽大嫂不要太把她儿子当个人物 毕竟连穷护士都看不上她儿子 还指望其他千金能看上 大嫂无言反驳气的咬牙切齿 小护士如往常一样来家里 大嫂拿不准她这样是不是故意的 毕竟当年她也是靠青春孤傲人设 勾走了江家大少爷的魂魄 儿子显然不是这个小狐狸的对手 虽表现得很生气 可活儿早就飞进了小护士的脑巴 大嫂连忙恳求婆婆 让她跟医院说一声换掉这个小护士 婆婆有些为难说会试试 不料却被门外的儿子听到 她也不傻知道妈妈不喜欢小护士 说如果换人她就亲自到医院找她 这还是她第一次忤逆妈妈 大嫂有些无奈有些失落 公共年岁已高准备退出集团管理 便让二儿子带她出席另一个财团的纪念派对 二嫂那天要拍戏无法陪同丈夫 大嫂便提议要不带她儿子一起去 想为儿子以后接手集团做准备 证明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亲儿子也想去 你下次再去 一次带两个人不太好吧 二嫂筷子一扔 连招呼也不打愤然离席 证明训斥妻子没有教养 大嫂楚楚可怜过来劝嫁 说没有考虑侄子的感受很内疚 要不这次就带侄子先去 证明说那哪行 坚持要带大嫂儿子去参加派对 真会使出各种狐狸精招数 二嫂将大嫂人钱一套背后 十套的事告诉给了丈夫 证明不信 大嫂是她初恋 两人认识的时间比妻子久多了 大嫂在她心中一直是个善良单纯的人 二嫂火冒三丈到厨房找水喝 顺嘴问起小护士什么时候来 大嫂刚说她不会再来 结果婆婆也走进厨房 说不问缘由就要换掉小护士 医院那边不同意 二嫂差点笑出声 芒将这个喜讯告诉给了侄子 还说她留两张音乐剧门票 让侄子再约小护士一次 大嫂收拾儿子衣服的时候 无意发现了那两张门票 也没当回事 结果正在跟婆婆商量派对行程的时候 儿子突然说她不去了 因为她和小护士约好那天看音乐剧 大嫂还没缓过神来 二嫂就忙找了个借口逃走 大嫂追进房间 警告她再这样做就对她不客气 二嫂让试试 大伯都死了 看谁还可以为她撑腰 大嫂当即叫来公妥 说要搬出去住 因为弟妹总是说她和小叔子有一腿 公公让二媳妇解释一下 二嫂正要抖出结婚前 大嫂和丈夫曾经是情侣的事 证明连忙阻止 把妻子拉进了房间 说跟她结婚让自己饱受折磨还嫌不够 为什么还要去折磨可怜的大嫂 二嫂直接问她是不是对大嫂余情未了 证明避而不达 二嫂气急败坏 就要找公婆说出这件事 经常杀人的朋友都知道 最近网上开始流行情杀 这个男人因为初恋嫁给大哥 他就害死了大哥 让大嫂当了25年寡妇 妻子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深爱25年的丈夫却爱着别的女人 二嫂像封了一般先掉满桌的化妆品 砸碎了化妆用的镜子 证明连忙拉住妻子 不停给她说对不起 好不容易才稳住了她的情绪 二嫂却有些同情这个逗了一辈子的肘里 但是到如今她却不能心慈手软 因为吃里扒外的丈夫眼里只有大嫂的儿子 她要为自己的儿子而战 俗话说忍一步海阔天空 退一步越想越气 二嫂开着车慢无目的地游荡到海边 很想就此结束自己糟糠的人生 可最后还是忍住了 她来到酒吧买醉 却因是大明星的身份 很快就被人认出上了头条 经纪人根据热搜找到二嫂 则被她不知检点 二嫂一个耳光抽了过去 在你眼里 你觉得我很可笑吗 公婆恼怒二媳妇给家族丢脸 大嫂也假装关心的屈服 二嫂一把打掉她的手 你不要碰我的身体 真是倒未够 公公没办法 让证明尽快决定继承人的位置 免得两个媳妇整天您正暗斗 婆婆为了重整将家家风 决定好好教训一下二媳妇 可二嫂生性豁达不拘小节 刚跪下没多久就受不了 让婆婆干脆把他们夫妻休出去 婆婆险些没被气晕 大嫂冷言讥讽弟妹不自量力 让她趁早搬出这个家 以免到时候被郑明赶出去出丑 二嫂不想跟她多废话 直接威胁郑明把大嫂赶出去 否则就说出她害死大哥的事 当晚郑明就把一家人叫了过来 说两家人住在一起不方便 意思是其中一家需要搬走 手心手背都是肉 公婆不好参与到其中 大嫂十分悠闲地喝着茶 她给郑明熬补药25年可不是白熬的 可郑明接下来的话却让她如坠冰枯 大嫂也到了 要开始轻松过生活的年纪了 你就不要再担心我们家的事 还是搬出去轻松过日子吧 大嫂弄在原地 二嫂却喜笑颜开 可赢了大嫂却输了丈夫 郑明失望她用秘密威胁自己 搬进书房睡去了 大嫂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那个单纯的小叔是个老阴C 于是决定试探一下小叔 说当年要是没有坚持生下儿子 两人估计现在就是夫妻了吧 郑明长子都毁清了 说真不该和二嫂结婚 大嫂看出小叔还是和以前一样单纯 那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二嫂现在焦头烂额 家里人吃惯了媳妇做的饭菜 现在大嫂要走 做饭的任务就落在了二嫂头上 连人都没杀过的二嫂哪会做什么饭 更何况她还做了美美的指甲盖 婆婆气地把汤衣掀 让把指甲卸了重新做 大嫂是和丈夫一起回来的 二嫂便用大哥的事威胁丈夫以后不准见大嫂 证明说她若是想看到儿子被打入冷宫 侄子继承江家的话就随便说 二嫂猛然一惊 这是被公公知道丈夫肯定要被赶出去 她还真不能随便乱说 心里烦躁想喝杯水 大嫂又阴阳怪气说小叔喜欢喝78.6度 不加糖逆时针搅拌五次的白咖啡 让她先帮自己替小叔泡一阵子 这是什么意思 大嫂暗示反正自己还没结婚 和小叔重新开始不是不可能 二嫂气到无语 这大嫂莫不是疯了 大嫂每天都以看房位又不管家务事 二嫂忙着拍戏累死累活刚回家 就被婆婆叫到厨房做饭 经常在厨房站着睡觉 婆婆是故意折磨二媳妇 谁叫她赶走贤惠又懂事的大媳妇 二嫂熬了几天终于熬来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侄子在她的撮合下 跟一个穷护士的感情突飞猛进 儿子就是大嫂的逆龄 她说儿子和小护士结婚之日 就是她和小叔结婚之时 二嫂顿时彻夜难眠 叫醒睡在书房的丈夫 骂她为什么要和自己结婚 让自己如此凄惨的过一辈子 证明心中有愧 告诉大嫂她亏欠妻子太多 希望大嫂不要怨恨妻子 大嫂说她没有怨恨过任何人 只怪自己的命不好 终于到了要搬家的这天 会长虽有些不舍大 还是希望大儿媳好好过日子 大嫂也是笑呵呵地回应着 还故意感谢了二嫂 二嫂左思右想总感觉不妥 万一那疯婆娘真做出丧尽天良的是怎么办 于是告诉见到她扭头就走得证明 你的大嫂 别让她搬出去 大嫂却坚持要搬走 她还没搞清楚弟妹 到底抓住了小叔什么把柄 让她能决定自己的去留 二嫂气得差点吐血 只能恳求公婆出面挽留 大嫂知道继续装下去就过了 说她留下可以 但是要将家给她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嫂名分 以及弟妹一直不把她放在眼里的道歉 女人深夜到书房找丈夫 无意撞见寡妇大嫂给丈夫送柿子 女人很是不爽 问还要分房多久 丈夫说等她气消 谁让妻子想把大嫂赶出去 那随便你吧 谁会稀罕呢 二嫂讥讽大嫂这么舔丈夫居心不良 大嫂也不否认 说小叔是家里的顶梁柱 这个家的女人都应该侍奉她 二嫂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根本搞不清楚自己的命是因为谁才变这 你刚刚说了什么 你听到了 大嫂问是什么意思 二嫂慌乱解释一番后逃到无人处 这大嫂耳朵怎么这么尖 身患白血病的大侄子有了交往对象 病情也逐渐好转 二嫂将这个喜讯告诉给了家里人 大嫂则趁机提出让儿子去公司实习 为以后接手集团做准备 经常吃她柿子的镇名忙说会报安排 二嫂很不爽 我们米叔呢 米叔现在大学都还没毕业 儿子交往的那个穷护士 却还阴阳怪气地感谢弟妹 说谢谢她说没让儿子病情好转 等以后儿子接手集团后请她吃席 二嫂气得扭头就走 人争一口气 她找到沉迷打高尔夫的傻儿子 让他马上去读书 不料大嫂又端着苦瓜汁过来 让二侄喝了继续练 没几天大嫂就把小护士撵走了 大侄子把自己关进房间不吃不喝 二嫂出于好心劝了几句 大嫂就将气撒到她的头上 说儿子有个三长两短就跟她拼命 二嫂知道闹下去要出人命 私自把小护士请了回来 当天大侄子就连吃十碗煎饼果子 大嫂是又恨又吃醋 二嫂一眼看出她是儿子孔 这完全就是一个嫉妒媳妇的寡母 才有的表情嘛 大嫂不想承认 可她一看到儿子跟小护士笑着打电话 心里就很不舒服 说她死都不会接到那个穷护士 为了缓和跟丈夫的关系 二嫂提出去国外旅行 证明说要等大侄子和大嫂关系缓和再去 二嫂都气哭了 我们夫妻去旅行 还要看你大嫂的脸色是吗 当晚二嫂告诉公公 准备让儿子去读财阀管理学 公公让她随意 大嫂想阻止 可她一个寡妇没有说话的资格 公公岂能不知道大嫂的野心 她也想趁此机会 错一错大儿媳的锐气 大嫂斥责弟妹残忍 欺负她一个寡妇 二嫂更不爽 指责她为了自己的私欲 一直吊着自己的丈夫 让自己跟手活寡一样生活了几十年 大嫂越是遇到挫折就越冷静 再次问弟妹上次嘀咕的那几句话 是什么意思 二嫂说她不记得了 临走前又嘀咕了一句 二嫂学聪明了扭头就走 丈夫一直分房税 二嫂只能找婆婆告状 婆婆说她儿子是世上最温顺的人 一定是二媳妇有错在先 郑明也嫌弃妻子找家长告状 一出眼眶的厌恶让二嫂很不爽 我是去搞外遇了 还是赌博了 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我 既然进来了 就睡这里啊 你是想睡想疯了 二嫂差点气哭 这他X也叫世上最温顺的人 大嫂一如既往给小叔送夜宵 假装不经意地说出 二嫂嘀咕的那几句话 问是不是丈夫的死另有隐情 郑明知之无无说她也不清楚 大嫂也没有继续追问 满脸堆笑地走了 可她却越想越不对劲 于是等弟妹下楼偷黄瓜的时候 又开始提起她嘀咕的那几句话 二嫂很烦说嘀咕了又怎样 大嫂说她嘀咕之前两人聊到八戒小叔 结合上下文来分析的话 贤叔爸爸是因为小叔才死的吗 分析起来就是这样啊 二嫂骂了句神经病落荒而逃 几天后江家三少跟一个有妇之妇传出绯闻 分家25年的三少被叫回了家里 三少坦然承认却有此事 会长觉得很出眉头 因为小女儿最近也跟一个有妇之妇搞在一起 二嫂猛然想到了一种可能 那她 是不是小姑交往的男人她老婆啊 郑明提醒妻子收着点 她也醒悟过来打了个哈哈糊弄了过去 心情却是激动无比 这家人都很闷骚整天死气沉沉的 难得能碰到这么狗血的事 大嫂还是从二嫂那知道的真相 她借口安慰三叔的空档 趁机问起了丈夫的死是否另有隐情 因为三叔当年也在现场 三少支支吾吾说没有 这更加让大嫂确定其中必有隐情 正在思考的时候 郑明出来透气 大嫂随口问了句三叔有没有将刚才的事告诉她 郑明说有 大嫂就奇怪了 说既然没有隐情 三叔为何要把这事告诉她 郑明避而不达 强作镇定的回了屋 大嫂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把下楼脱黄瓜的二嫂叫进餐厅 说小叔已经把她害死大哥的事都告诉给了自己 看着突然情绪激动的大嫂 二嫂猛然一惊 糟糕中了离间套话剂 大嫂先是委屈但很快就冷静下来 江家兄弟只是她踏入豪门的踏脚石而已 如今这个把柄却可以让她稳坐江家皇太后 郑明因丑事曝光生了一场大病 妻子看到后期生气又心疼 直接点破大嫂的野心 说要不是25年前她抛弃初恋的丈夫 选择有继承权的大哥 丈夫就不会因爱生恨害死大哥 几人也不会落到今天这般田地 郑明本打算用一辈子去补偿大嫂母子 现在秘密竟然被揭开 于是提出退出集团管理 接着准备将25年前间接近害死大哥的事说出来 二嫂还没说什么 大嫂却是激动的站起来喝止 指挥二嫂挡住公坨以免投听 将小叔拉到了小花园 哀求小叔不要说出那个秘密 如果小叔失宠 他和儿子该怎么办 会长虽不知道几人在隐瞒什么 但也不惜一家人被一个外人牵着鼻子走 于是亲自来到未来三媳妇的馆子 想通过他让分家25年的老三回家掌控集团 钳制大媳妇的野心 没几天得人拜访江家 因挡了不肯离婚的渣夫入坠江家的脚步 渣夫还跑到江家大闹了一场 婆婆接受不了这么荒唐的事 对得人的印象也就大打折扣 二嫂一个人斗不过大嫂 明目张胆地开始跟得人结盟 大嫂也不急 只是找到婆婆 说得人在餐桌上有说有笑 完全不把婆婆放在眼里 婆婆对得人的印象更差 得人和二嫂都是性情中人 两人很快打成一片 二嫂还偷偷告诉他 一定要提防笑面虎的大嫂 大嫂也本打算找得人结盟孤立二嫂 结果被二嫂拆穿心机 她也不再隐藏 直接警告得人在江家 一定要懂得尊敬长辈 否则不会让她有好日子过 接着又夸她结婚二十多年 却装成个未经世事的小女孩 心机生成好手段 得人只是笑笑并未过多解释 大嫂大概猜出公公的心思 决定加快逼宫的步伐 于是哭得梨花待雨说她赴了小叔 让小叔以后不要对她这种人产生感情 接着又将自己的心思告诉二嫂 故意让她去帮自己转达心意 让郑明彻底断了对她的念想 郑明愧就不宜当晚便找到侄子 说会把集团让给她 并叮嘱一定不要告诉婶婶 大嫂还没得意多久 就无意听到公公劝三叔回集团上班 但没有听到三叔的想法 郑愁怎么打听时 公公就将三个媳妇约到一起吃了个饭 饭后更是特意叮嘱得人 我拜托你的事就好好考虑吧 是 二嫂想跟得人多亲近 就提出几人单独句句 接着还将自己最喜欢的镯子送给得人 见她客套二嫂就很不高兴 得人不想没进门就得罪两个嫂嫂 伸手要过了镯子 大嫂不慌不忙地喝着茶 突然问公公拜托得人的是什么 会长叮嘱过得人不要说出去 大嫂却不以为一字顾字说了下去 她拜托你去说服珍宇小叔 请她的公司上班是吗 是 大嫂气场全开 吩咐二嫂回去不要乱说 耿直二嫂气急败坏 误以为公公要让三个媳妇内斗 大嫂则躲在阴暗处偷偷喝茶 得人做过刑警一眼看穿她的小心思 二嫂还是愤愤不平 三叔那么年轻 万一和得人再生个幼崽 她们两个岂不是白忙活 于是起了跟大嫂结盟赶走的人的心思 大嫂突然有些同情这个轴里 被丈夫卖了还在数钱 几天后证明突然把二嫂约了出来 不由分说送了她一条十斤的大钻链 结婚二十多年 这还是第一次收到丈夫的礼物 二嫂激动得直抹眼泪 成天带着那条链子到处显摆 尤其是在大嫂面前 更让她高兴的是 丈夫居然同意跟她出国旅行散心 二嫂心情激荡 还以为是大嫂拒绝丈夫后 让她回心转意 马上就拜倒在大嫂的群下 身先士卒地找到德仁 向她打听三叔有没有回集团的想法 德仁明确表态 她不会左右三少的人生 二嫂却是不信 以前大嫂就是靠这种清纯人设 让江家兄弟对她死心塌地 难道德仁也和大嫂一样是个心机女 晚上公共吃夸德仁是个好媳妇 原来德仁白天也将自己的心意转述给了会长 看人很准的大嫂也有些虚 难道这德仁也是个老狐狸 大嫂和儿子相依为命25年 不小心成了一个儿子控 所以对儿子交往的穷护士很不满 每次见面都会把小护士气哭 儿子以放弃继承集团为要挟 警告妈妈不准再欺负她爱的人 大嫂粗意大发 你认为你叔叔他 为什么会突然向你承诺 让你来继承公司 难道你叔叔他会无缘无故 向你承诺让你继承公司吗 妈说的话我不想再听了 儿子摔门而出 不料两人的对话刚好被二嫂听到 难怪丈夫会做出那些反常的行为 原来已经把自己给卖了 他找到大嫂对质 大嫂坦然承认 二嫂私自撮合小护士和儿子 他也是一肚子火 当场感谢二嫂给他儿子找到了真爱 让他病情好转 让儿子有了继承集团的资格 还嘲讽啥二指给他儿子提鞋都不配 二嫂的肝直接气爆 大半夜叫醒公婆 直接抖出了正民间接害死大伯的事实 才发父亲问原因 他谎称自己想继承集团才害死大哥 会长气得差点昏厥 妻子被他一心守护大嫂的真情所感动 二嫂决定把两人曾是初恋的事告诉公公 大嫂让试试 到时候会让他以诬陷自己和小叔不轮 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二嫂气愤的将这是告诉给了丈夫 正民不仅无动于衷 还恼怒妻子把这个秘密抖出来 使得自己没办法继续守护大嫂 正民让他趁着还有点姿色 赶紧离婚去找一个爱他的男人 二嫂当初以死相逼非正名不嫁 如今哪有勇气离婚 婆婆知道丈夫脾气 肯定不会再把老二当人看 于是把气泉撒在二媳妇头上 指责他把老二害死老大的是 抖出来居心不良 让天一亮马上滚出这个家 会长确实不再把老二当人看 不仅不让他上桌吃饭 还卸掉了他在集团的职位 二嫂忍无可忍 还是向婆婆说出了实情 不料大嫂早就给婆婆下了眼药 婆婆非但不信 还说若在诬陷贤惠善良的大媳妇 就把他送去疯人院 就这样二嫂被赶出了家门 大嫂咧嘴一笑 脉走 婆婆也只是装装样子 没料到耿直的二媳妇真的走了 大嫂见风使舵连忙跟着硬核 接着告诉小叔 他会想办法拨乱扶正 让他重新掌控集团 继续帮他们母子继承江家 郑明劝他见好就收 大嫂哭得离花带雨 说这样岂不是辜负了小叔 为他做出的牺牲 赶走二嫂之后 大嫂的野心和掌控欲 也开始急剧膨胀 俨然把自己当作江家的王 因吃错儿子跟一个穷护士交往 他就当着小护士的面 把他送的蟹酱倒进垃圾池 见儿子一直护着小护士 他更是粗意大发 就凭你们想要跟我斗 我走过了多少人生 没几天 二嫂和经纪人偷偷聊天 被狗仔偷拍 还被污蔑成河野男人约会报到网上 婆婆气得不行 大嫂趁机提议 还不如叫他们早一点 接着又在郑明面前 骂弟妹行为不端 不知检点 郑明知道妻子不是乱来的人 让大嫂不要落井下石 大嫂有点吃惊 这小叔也不傻吗 婆婆也觉得放任二媳妇 在外面乱搞有辱门美 让大嫂去把她接回来 大嫂心里八百个不情愿 哪知这时学校来店 向理事长汇报 说三公子刚刚辞掉了老师的职位 大嫂大吃一惊 三叔一向对集团不感兴趣 难道是最近交往的 那个灰姑娘怂恿 让她有了野心 她立刻让郑明阻止弟弟进入集团 她不能眼睁睁看着 江家的家业落进外人的口袋 郑明说她当初和自己恋爱时 为什么不明说 那么她可以把江家送给大嫂 如果这样的话 当时我就被甩了吧 大嫂清楚她喜欢心思单纯的女人 如果被甩 她哪有机会勾搭上江家大少爷 大嫂多惊的艺人 也不说是婆婆要把二嫂请回去 而是说三叔要回集团 要抢走属于二侄子的位置 二嫂马上慌了神 求着大嫂把她弄回去 一起对付三叔以及为过门的三媳妇 公公也以为是三媳妇 让老三辞了教书工作 对她就越发的满意起来 大嫂才做了几天山大王 自是不舒服 于是抽了个空把 二嫂被诬陷的事告诉给了公婆 恳求公婆原谅弟妹把她接回来 隔天二嫂又重回了江家 对大嫂感恩戴德 就恨当场结拜为闺蜜 几天后未来三媳妇离婚 公公让夫人筹备订婚宴 夫人就把老三叫回来商量 不料老三 居然连女朋友离婚的事都不知道 二嫂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奇怪的点 三叔神色闪躲算是默认 二嫂又问她辞掉教职 是不是想回集团上班 三叔说不是 二嫂和大嫂都迷糊了 郑明看出弟弟有难言之隐 于是把她单独叫到书房 谈了半小时 出来后小叔又决定跟你有订婚 会长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吃惊 问两人谈了什么 郑明不能说 会长误以为郑明不希望弟弟进公司 对她更加失望 丈夫守口如瓶 二嫂也没办法 大嫂却嗅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 她预感只要找出三叔和女友分手的理由 就能阻止这门婚事 到时候就算三叔继承集团也无妨 没有一个嫌妻做后盾 她也只是个小啪菜罢了 于是吩咐二嫂去找的人打听 得人也不知道分手的理由 大嫂就有些迷糊 忙找郑明问原因 郑明不愿说 她便使出了惭愧计 郑明还是不说 大嫂有了底 之前三叔非得人不嫁又突然分手 还不敢说出分手理由 那么肯定是三叔那经常惹祸的儿子的原因 婆婆是学校理事长 大嫂就以关心三职子为由 问她最近有没有在学校闯祸 身为演员的二嫂不自觉笑出声 你笑什么 应该让大嫂去演戏才对 不一会婆婆就出来报喜 说三孙子最近在学校很老实 一点祸都没闯 二嫂是百思不得其解 大嫂的大脑却是飞速运转 很快回想起公公 曾随口说过一嘴 得人的小孩三年前 已经一场车祸过世 而三侄子又是学校的校霸 会不会是三侄子霸凌的人儿子 得人儿子受不了毒打 跑到马路上自杀呢 自杀 怎么说的这么可怕 接着吩咐二嫂去查查 得人儿子有没有和三侄子一起念过书 证明看到两人在厨房嘀咕知道不妙 于是问两人在谋话什么 二嫂懒得鸟他 虽然被大嫂的心机折磨了二十年让他苦不堪言 但他更看不惯连自己都骗的伪君子丈夫 二嫂知道大嫂利用自己 可他也有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等着门婚事被毁之后 他就找公公告状把大嫂赶出家门 很快二嫂就查到得人儿子 确实和三侄子一起上过学 大嫂便以婆婆派来商讨婚宴为由 私自会见了得人 刚走到校门口 就阴阳怪气的说了句 学校前面会不会有很多车祸什么的 看出得人有些疑惑 他解释婆婆是学校的理事长 校爸三侄子是学校的王 接着话锋一转 问得人是不是有个儿子因车祸意外去世 得人更加好奇 大嫂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儿子的车祸不是意外而是人为 得人问他到底想干什么 大嫂这才亮出獠牙 一问小叔辞掉教书工作 是不是想回集团继承家业 二文小叔突然和他分手 他就不好奇那个理由是什么吗 灰姑娘还没嫁入豪门 两个嫂嫂就开始算计怎么赶走她 耿直二嫂还想等大嫂赶走灰姑娘后 自己在找公公告状将其赶走 结果小心机直接被大嫂点破 还被嘲讽没有脑子 二嫂气得不行 想把婚前大嫂和丈夫谈过恋爱的事告诉公公 将这心机大嫂赶出江家 丈夫夸她单纯 这是若爆出来江家必定成为外人的笑柄 父亲为了生育不仅不会赶走大嫂 还会把她关进精神病院 除非是她亲口跟父亲坦白 二嫂见她犹豫知道还对大嫂有情 骂她这样纵容大嫂 江家迟早会毁在两个狗男女手中 三少连夜赶回江家 想让大嫂不准欺负她的未婚妻 不料大嫂却趁机套话 问她儿子是不是害死了未婚妻的儿子 好在有二哥提醒 三少没有上当 末了再次警告大嫂不准乱搞 大嫂十分委屈 我只是在家里做家事的 一个不懂人情事故的大婶 眼看订婚的日子已经逼近 大嫂决定先搅黄订婚再说 于是设计让大渊种的二嫂当初头鸟 自己则在关键时刻点出关键点 顺利地搅黄了订婚宴 大嫂还安慰弟妹不会有事 不料刚到家公公就大发雷霆 要不是婆婆以死向逼 二嫂差点就被赶出江家 大嫂有些惋惜 证明指责妻子没脑子 居然会被大嫂利用作这种傻事 二嫂说她乐意 谁让证明动不动就贬低践踏她的尊严 不把她当人看 你是一个连自己本身都欺骗的人 为什么 死到临头还要装潇洒 为君子 三嫂坚持要结这个婚 告诉母亲他们一家都要向得人请罪 大嫂知道这个消息后洗上眉梢 更加肯定自己的猜测没错 证明让她收手 不要去伤害一个失去了孩子的母亲 大嫂说有种就去跟公公坦白婚前两人的关系 让公公把自己赶出江家 不然就收起那张伪善的嘴脸 当天就去找得人 把这个信息透露给了她 结果被三少糊弄了过去 大嫂不甘心 决定从整天傻笑的公公那打探情报 哪知她刚开了个头就被公公看穿了心思 公公说她头脑聪明是好事 但要是发现有对家人不利的想法 就对她不客气 接着又不经意的问她和老二是什么关系 大嫂下的亡魂大帽 没想到傻公公居然藏得这么深 她隐藏欲望在江家做饭25年 如今欲望刚释放自然不会轻易被剿灭 利用二嫂动静太大把柄太多 她决定亲自出马 找出江家欠德人的切实证据 不料刚好碰到德人也在调查 德人做过刑警 一眼看穿大嫂的野心 说她继续用死去儿子诱导自己 便将这事告诉会长 大嫂下的落荒而逃 所有的路都断了 她便开始下眼药 说德人一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德人勾引三叔 她丈夫勾引四姑 明摆着是一对夫妻诈骗团伙 三少没有功夫理她 因为父亲已经知道三孙子害死德人儿子了 而且当年还是父亲瞒着所有人 亲自出面把那次的事故定性为意外 要不是儿子告诉三少 他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所以才会突然和德人分手 郑明知道大嫂肯定去招惹了父亲 大嫂也坦然承认 还对公公的警告也怀恨在心 准备找个机会把公公也给毁掉 郑明是个大孝子 明知大嫂要对付父亲也无动于衷 大嫂的试探也让会长意识到家里藏了颗老鼠屎 决定调查一下大嫂的过往 还让郑明坦白交代她和大嫂的关系 郑明是个大孝子 明目张胆的撒谎袒护大嫂 就算整个江家毁了也无所谓 她要守护自己的初恋直到永远 没两天三少怒气冲冲回了家 二嫂有些莫名其妙 大嫂却猜出肯定是德人查出了真相 两人分了手 果然三叔接下来的话也验证了她的猜测 三少本打算隐瞒一辈子 让德人幸福地生活下去 自己则苦手秘密煎熬一辈子 现在全被大嫂破坏 同为人母的大嫂也有些怜悯可怜的德人 但她仍嘴硬说德人活该 谁让她想当江家三嫂 这就是嫁入豪门必须该承受的磨难 三少被她的无耻所震惊 不料却被大嫂反喷 说她儿子是个杀人凶手 身为父亲的她哪来的底气这么大声说话 二嫂得知这个消息喜上眉梢 两个嫂嫂躲在餐厅里好一阵庆祝 当晚公公脸色难看地回到家 质问是不是大媳妇在背后搞鬼 毁了老三的婚事 大嫂坦然承认 谎称这一切都是为了三叔着想 三叔本就丧偶一次 要是这是在结婚之后被德人发现 她肯定要离婚 到时候三叔还怎么见人 人性都是自私的 会长也不希望儿子过得凄惨 暂时放过了大嫂 二嫂被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 深深折服 想豁出去跟大嫂同归于尽 证明劝她不准动大嫂 否则就跟她离婚 第二天公公给了二嫂一百亿 让她把钱交给德人 当作是她儿子的买命钱 德人刚得知儿子冤死 怎么会在店里 二嫂就很头疼 刚好旁边有个流动煎饼摊 她就过去问了一嘴 顺便买了几个煎饼 这要离开时突然觉得 这个煎饼老板很失眼熟 但就是想不起在哪见过 晚上她猛然惊醒 马上到书房找到丈夫 要到了她大学时期的照片 看着看着她猛然一惊 因为那个老板和大伯长得一模一样 难道大伯没有死 于是故意问丈夫当时的细节 丈夫说当年三兄弟在太平洋划船 大哥不小心落水 他见死不就导致大哥被海水冲走 至今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二嫂有了底 隔天又跑去买煎饼 顺嘴打听她的故乡在何方 老板说她以前发生过意外失去了记忆 不知道故乡在哪 二嫂一惊这人肯定就是大伯 这是一个女人提着两个老兵棍回来 这位是谁啊 老板说是25年前就她的哑巴于父 现在已是自己的妻子 看着两人浓情逆意 二嫂羡慕地打了个冷战 纠结要不要把这事说出去 因为家里还有个手寡的大嫂和大侄子 江会长自从知道老二害死老大就不待见她 准备把她和杀了人的三孙子都流放到国外 好让老三安心继承江家家业 证明没有意见 二嫂也没有意见 曾是她初恋的大嫂却有意见 没有这个田狗在背后帮衬 她怎么抢夺江家家主的位置 便让公共卖她一个面子 不要把证明送到国外 那代替证明让你去怎么样 啊 会长又不是傻子 大媳妇和老二整天那么猥琐的秀恩爱 她早就怀疑两人的关系 大嫂连忙喊冤 会长也不拆穿 又给了她第二个选择 摆平被三孙子害死儿子的德人 免去三孙子被流放的命运 二嫂爱心泛滥 竟有些同情这个挖出三侄子杀人 毁掉德人幸福的大嫂起来 毕竟其他人去还有可能和解 大嫂却肯定没戏 妥妥要被流放 证明说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讨好三弟让她安心留在集团当总裁 那样父亲就不会为难她 大嫂为了阻止三叔进集团 千方百计搅黄她的婚礼 怎么甘心让事情回到原点 她抿了一口绿茶 决定跟公共开战 第二天就把德人约到茶餐厅 故意用公共的一百亿羞辱她儿子的命件 说她应该跪下来感谢公共的赏赐 等德人彻底被激怒之后 她这才亮出獠牙 说德人要是不服气 就找出切实的证据把三侄子送去坐牢 她这是借刀杀人 德人要是找到切实证据 不仅可以让三侄子坐牢 三叔无法继承江家 而且还可以将花钱掩盖真相的公共吃牢饭 只可惜江还是老的辣 公共竟派了秘书跟着大嫂 大嫂还是在汇报工作的时候 通过背景音乐发现了秘书 她连忙将这事告诉给了郑明 田狗明马上找到秘书 以江家二少身份命令她 不准将这事汇报给父亲 秘书说会长得只是大于一切 这家里的大小王她还是分得清的 大嫂知道离开已成定局 开始跟儿子交代后事起来 与此同时二嫂再次找上大伯 想用大嫂的照片唤醒她的记忆 大伯却对大嫂一丁点印象都没有 她脑瓜子不好 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 证明现在很忧愁 将一直晃悠的妻子臭骂了一顿 为什么对我发脾气啊 二嫂决定隐瞒大伯的事 气死这个舔狗 当晚会长就让大媳妇收拾行李 做出国的准备 大嫂不服还骂公公欺负她一个厨子 会长更加恼火 直接抖出结婚前她玩弄老大老二的感情 老二因爱生恨害死大哥 一辈子毁了也就算了 现在近年老三的人生也想毁掉 让她带着儿子马上滚出江家 大嫂哭得梨花带雨 忙恳求公公不要赶走儿子 证明心疼到无法呼吸 先是跪在地上替大嫂求情 会长不为所动 他就又能毁掉江家的秘密威胁父亲 如果不留下大嫂 他就毁掉江家 会长不得已只能暂时留下大嫂 大嫂不但没有感激之心 反而让田狗马上说出那个秘密 他好以此要挟公公把集团让给自己 证明让她适可而止 你不肯告诉我 以为我会查不出来吗 你不肯告诉我的事情 哪件事我没有查出来 二嫂忍无可忍质问丈夫当着她的面 这样维护大嫂是不是对她余情未了 证明否认说是为了偿还害死大哥的债 二嫂说她放屁 如果那么挂念手足之情 就不会眼睁睁看着大嫂毁掉江家 并暗中发誓除非大嫂被赶走 否则绝对不会说出大嫂的下落 为了保险起见 她还偷偷把大嫂藏到了别处 没几天江家遇到危机 会长恳求一直暗中帮助江家的白家帮忙 白会长没有答应 结果第二天乘车溜弯的时候 被一辆大卡车撞下悬崖死了 大嫂心中一喜 因为她已经查到证明说的那个秘密跟白家有关 莫非是公共害死了白会长 证明也有同样的想法 会长只说那是场意外 接着连夜把老三叫了回来 希望他到公司上班拯救江家 老三当年亲眼目睹二哥的见死不救 产生了心理阴影 所以分家25年 对集团更是没有兴趣 会长便把恶毒大嫂算计他们三兄弟的事告诉给了他 还把老二吃里扒外的事也说了出来 老三质问二哥为什么要这么护着大嫂 证明反而说他也欠大嫂的 谁让他当年没有说出罪和真相 接着吩咐老三拯救完集团之后 就把江家让给大嫂 老三也没想到他这么甜 于是让大嫂马上离开这个家 大嫂说他吼那么大声做什么 两人便来到了户外 大嫂说只要三叔当他的傀儡 等集团危机解除后让儿子当会长 他就放过公公 否则就把公公害死白会长的证据找出来让他坐牢 尽管不知道两个家族到底有什么恩怨 但是从公公被证明威胁来看 这其中必定有大问题 三少陷入了两难 因为他给德仁承诺过会带着儿子老死在国外 江家陷入如此困境公公也不愿原谅丈夫 二嫂就有些生气 大嫂可怜这个被自己害得守了二十年活宝的州里 加上郑明现在已经是个废人 便明确说他对郑明没有一点兴趣 当着老婆的面 明目装胆为其他女人拼命的男人 到底哪里好还要死巴着他不放啊 他说二嫂就是犯贱 现在就算是把郑明送给他他都不要 二嫂的肝都气炸了 将这是告诉给了郑明 舔狗明无所谓 再次解释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大哥 二嫂忍无可忍 说他大哥还没死 如果想见的话就亲自把大嫂赶走 看你啊还装不装逼 郑明疯了 追着二嫂不停逼问大哥的下落 他在哪里 大哥他在哪里 我要过去看他 我要亲自过去看他 所以快点跟我说的是哪里 不知自己是财阀少爷的小男孩 因二十五年前掉进太平洋失去记忆 竟沦落街头卖煎饼 直到一位顶流女星的出现 打破了他平静幸福的小日子 女星得知她的遭遇 先后将一个女人和丈夫的照片给她看 女人她没有任何印象 女星的丈夫却觉得十分眼熟 总感觉在哪见过似的 几天后 女星的丈夫就找了过来 她越看越觉得眼熟 难道这人知道自己的过去 于是将号码抄送给了女星丈夫 让她有任何关于自己的记忆 就联系自己 女星丈夫眼眶失论地接过号码 隔天一个财团会长也来买煎饼 十分贴心地给她包号 少爷解释不记得自己有没有父母 所以只要看到上了年纪的人 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心疼 会长的眼眶瞬间湿润 盯着她看得不停 在之后一个富家太太也来买煎饼 同样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不说 买完饼之后连钱都忘了富 少爷早已忘记女星之前 给她看过这个富太太的照片 只顾着享受跟哑巴妻子的甜蜜时光 魂没注意她那复杂的眼神 奇怪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当天下午女星又带着婆婆找了过来 真 真汉 什么 少爷有些莫名其妙 这人怎么乱认儿子 女星解释婆婆得了失心疯 见到男人就认儿子 少爷也就没有在意 活着 你还活着 等女星丈夫再次找来时 便问她的母亲病情是否有好转 郑明没有回应 只是将她单独约到了咖啡厅 接着拿出一个老旧的相簿 说可以帮助她恢复记忆 看着自己和郑明的合照很是费解 莫非两人以前是朋友 郑明却直接喊了声大哥 说她是豪门江家的大少爷郑汉 自从坠入太平洋之后 全家人就以为她死了 要不是妻子无意发现大伯 估计这一辈子都会错过 郑汉也猛在了原地 得知父母都还健在后很是欣慰 郑明说不止如此她还有个儿子 那自己岂不是犯了重婚罪 郑明说没有 大嫂未婚先孕 在她坠海之后坚持生下了孩子 还赖在了江家 郑汉就很费解 自己都死了那女人这样做屠杀 郑明没有脸说 郑汉失魂落魄回到烧饼摊 看着忙前忙后的哑巴妻子 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事告诉她 没几天那个傅太太 带着一个大男孩过来认爹 郑汉的记忆并没有恢复 突然冒出这么大个儿子 脖子还那么粗让她慌万无比 担心妻子受到伤害 便让两人暂时到咖啡厅等她 恶毒大嫂得知她有妻子很是不爽 自己首寡25年她怎么有脸娶妻 等郑汉来到咖啡店后 马上质问她为什么不把这事告诉哑巴 郑汉说虽然见到家人很开心 但是因此伤害到就她命的妻子 那么家人对她而言就没有任何意义 恶毒大嫂可不管这些 只希望她快点回去继承江家 然后送给自己 郑汉脑子很乱说要考虑考虑 分别前她抱了抱从未见过一面的儿子 隔天弟弟郑明也来催大哥回家 说父母都很挂念她 郑汉已经猜出这段时间买煎饼的都是家人 然而心里并没有喜悦反而充满彷徨 哑巴妻子心地善良 要是知道这是肯定会主动离开 那是她承受不了的结果 便恳求家人不要动不动就来找自己 既然大哥顾虑哑巴嫂嫂的感受 那么只能让无名无分的大嫂主动搬出去 大嫂说郑明在想辟吃 以她的姿色赶走那个穷哑巴不要太轻松 郑明怒斥她若惹怒了大哥 到时候父亲肯定会将她光脚赶出去 大嫂让试试 白家家主的证据找出来让公公蹲监狱 当晚会长也说她只要留下大孙子离开降家 条件随便提 大嫂却坚决要带儿子一起离开 这可是她最后的筹码 放肆的家伙 胆敢在我们前耍把戏 太小看我这老头走过的人生了 大嫂一时也看不出公公底细 未免夜长梦多 隔天趁郑汉被公公约去吃饭的间隙 私下把哑巴新娘约了出来 说她是替郑汉生下公子的正事 让她识相点就滚蛋 不料刚好被找来的郑汉发现 大嫂又骂她复心汉 郑汉没恢复记忆对她也没有一点感觉 说就当自己已经死了 让大嫂不要打扰她们的生活 恶毒大嫂为了将家家主之位坏事做尽 如今哪会放过这一步登天的机会 哭着追了出来 深情地呼喊郑汉的名字 结果却无意唤醒了郑汉的记忆 然而那些记忆并不美好还很恶心 更加坚定了郑汉卖煎饼的决心 第二天就把弟弟约了出来 直接了当地问是不是弟弟对嫂嫂于情未了 所以一直将她留在江家 郑汉连忙否认不敢接这个锅 莫非大哥恢复了记忆 郑汉没有接话查 自顾自说他对弟弟以前的是没有兴趣 让回去转告大嫂 不准再来打扰他们夫妻的生活 郑汉马上将大哥疑似恢复记忆的事告诉给了大嫂 大嫂也是一惊 误以为郑汉之所以讨厌她 是因为她抛弃交往三年的郑汉 选择跟有继承权的郑汉交往的绿茶行为 便连忙解释她和郑鸣没有一点关系 朝25年来她更是正眼都没看过小书 郑汉不关心这些 只让她不要再来打扰夫妻俩的生活 大嫂便再次偷偷约来了哑巴 说她这种贱民让尊贵的江家大少陪她卖烧饼居心何在 难道是贪图江家的财产 哑巴急得差点哭出来 解释对丈夫的过去一无所知 大嫂说郑汉已经恢复记忆 再过不久就会投入自己的群下 如果哑巴不想被甩的话 就十七点主动离开 哑巴本就自卑 加上大嫂的咄咄逼人 也觉得配不上丈夫 晚上她偷偷握住一起生活了25年的丈夫 围在她的怀里默默流泪 心里充满了不舍和不安 由于郑汉几天不接家里人打的电话 财罚母亲就很急 带着二媳妇去找郑汉 刚好撞见城管要没收郑汉的炉子 母亲护子心切 冲上前将几个城管臭骂了一顿 几个城管被她这般胡搅蛮缠 只能幸幸离开 末了让郑汉以后不准在这摆摊 郑汉强忍对妈妈的思念 假装还没有恢复记忆 十分拘谨地吃了一顿饭 可当看到妈妈那勾搂的背影 她再也忍不住喊了一声妈妈 妈妈丢下包包 连忙冲过来抱住了儿子 分隔25年的母子哭成了泪人 当晚老夫人发话了 不管一无一妻还是一无两妻 让马上把大儿子接回来 其他人勉强接受这个荒唐的建议 大嫂却不同意 她不允许一个穷哑巴跟她分姜家家产 婆婆不想继续耗下去 加上大媳妇这些年的布局 她也舍不得赶走大媳妇 于是私下约来了哑巴 声泪俱下地恳求她能离开大儿子 当天哑巴就将所有的衣物都整理了一遍 郑汉这才发现 妻子的内衣已经穿了十年都变形了 哑巴有些羞涩 接着当着郑汉面将所有存折 房契以及保险都放进了抽屉 郑汉从不在意这些 说妻子知道就好 接着就出去买菜去了 回来的路上路过一家内衣店 便选了一件最时尚的内衣 结果刚到家就发现妻子已经不知所踪 衣服也全带走了 桌上还留下一封书信 说谢谢郑汉能爱上她这样的女人 这25年她过得很幸福也很满足 希望郑汉也能像她一样幸福地生活下去 郑汉像疯了一样追出房子 可哑巴早已坐上了未知旅途的大巴 在把手机关机前 她把地址发给了大嫂 大嫂马上带着郑鸣找上门来 想把江家大少接回家 大嫂在背后是小动作 大嫂坦然承认 劝郑汉不要负了哑巴的心意快点回家 接着她又抖出25年前二弟见死不救 眼睁睁看着她掉进太平洋 不就是因为极度自己抢了她的初恋 所以才那样做吗 她问两人怎有脸还出现在她面前 郑鸣直接跪在地上 哭着恳求大哥回家 郑汉提了两个条件 一是找到哑巴妻子 二是让大嫂离开江家 大嫂左思右想 既然震撼见不得她和郑鸣在一起 小叔你离开吧 舔狗鸣没想到舔了大嫂一辈子 最后静落得如此下场 一直到死我都会记得小叔你的 你刚刚说什么 你呀犯错让我丈夫离开是几个意思 这件事轮不到地面来插手 二嫂差点被她的逻辑气笑 更让她气愤的是 舔狗丈夫居然还有些心动 指望她这烂泥肯定是不行了 二嫂问大嫂哪来的底气 大嫂说江家大少早晚要回来 小叔当年见死不就肯定要被赶走 等小叔被赶出这个家之后 就换成弟妹 二嫂气笑了 大嫂失踪了这25年 这个绿茶极尽讨好丈夫 如今丈夫没了利用价值就马上甩掉 真是个不要脸的东西 看大嫂悠哉的样子 二嫂决定给她个教训 于是上楼拿了手机假装给记者打电话 说要把家里大嫂勾引小叔的事抱出去 大嫂抢过手机将她摔了的稀烂 二嫂也不气囊 说等大伯回来就告诉她真相 大嫂敬一时拿她没办法 会长得知老大因妻子出走不肯回家大发雷霆 大嫂连忙告状 说震撼对小叔当年见死不就怀恨在心 所以不愿回家 舔狗小叔也不辩解 算是默认这个结果了 这是她能为白月光做的最后一件事 不料这时长孙下楼 直接把妈妈嫁走了 大妈妈妈没有良心 说叔叔贴心照料她的母子25年 连自己亲儿子都不管 托叔叔的福他们才在江家没有受任何委屈 大嫂说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子 长孙让她不要再装了 她做这一切就是为了自己的野心 接着留下大嫂摔门而出 一直把大儿媳当保的婆婆也生气了 你一个外人凭什么把我儿子赶出去 于是劝大儿媳离开这个家 她要和家人团聚 大嫂只能找到震撼 说她当年明知道她和弟弟交往 不也同意和自己这个绿茶交往的请求吗 现在不过是和当年一样 三人甜甜蜜蜜住在一个屋檐下 为什么就受不了 震撼说她当年年少轻狂 没有看穿大嫂如此自私 现在不恨她也是最大的仁慈 大嫂小嘴一撅撒娇说她需要震撼 接着扭着臀部离开 与此同时会长也找到大孙子 给她说对不起 让她和妈妈一起离开江家 会长本打算只把大媳妇赶走 现在大嫂携孙子已令江家为非作歹 她不能就此放任下去 长孙能理解爷爷的难处 我怕到时候可能没有机会另外向您道别 所以现在先向您道别 接着长孙跪在地上 深深地给爷爷爷行了个大礼 坏事做尽的恶毒大嫂 终于光着脚被赶出了江家 原来前不久大嘴巴的二嫂告诉大嫂 说公公正在悬赏实意 寻找不辞而别的哑巴而喜 害哑巴离家出走的大嫂慌了神 要是哑巴被发现 她这个连结婚证都没有的大嫂 只有被赶出江家的命运 哑巴一直以为大嫂是好人 还把她的新号码也给了大嫂 当天大嫂就谎称江大少出了车祸 将哑巴骗到指定地方 接着又派人把她绑架 结果哑巴的手机掉在了地上 路人捡到后 拨给了设为紧急联系人的江大少 这是很快就传到了会长耳中 会长强压心头怒火 问大儿喜把哑巴藏去了哪里 大嫂装糊涂说她也不知道 会长也不再废话 让她滚出江家 大嫂说儿子不走她就不走 原来昨晚会长就给长孙做了思想工作 如果放任大儿喜继续待在江家 这个家迟早要玩 大嫂无计可施开始耍拖 坚决不肯离开 会长早料到会如此 直接让手在门外的秘书进来拖人 大嫂一个耳光甩了过去 说等儿子继承了江家 第一个收拾他俩 会长气爆了 老子还没退位你就这么嚣张 大吼着让两个秘书马上把他拖出去 大嫂连忙向儿子求救 结果长孙早就和爷爷约好了 主动提出要离开江家 就这样恶毒大嫂光着脚被赶出了江家大院 儿子还贴心帮妈妈拿了双鞋出来 会长也是仁至义尽 不仅送了他豪宅和名车 还给了他一大笔赡养费 大嫂乃看得上这区区百亿的东西 既然得不到江家 他就决定全部毁掉 与此同时证明 因白月光大嫂被赶走了伤神 妻子过来劝他节哀 他就把气泉撒在妻子头上 要不是证明是自己的白月光 二嫂早就几个耳光抽过去了 隔天证明就找上大嫂 说现在交出哑巴还不迟 别等到没有商量的余地 害大侄子被逐出江家家谱 大嫂嘲讽公共半截身子都入土了 就不要瞎操心年轻人的事情了 请他不用担心安心的死吧 罗安秀 大嫂说会让他们一辈子也找不到哑巴 除非公共把会长职位让给儿子 江大少因担心妻子连续几天低迷未尽 得知大嫂不肯交出哑巴 于是亲自来到豪宅 跪在地上求他放过妻子 大嫂又陷又渡 又提出让江大少和哑巴住在这里 让公共把他请回江家的条件 儿子看不下去了 让妈妈说出哑巴的位置 大嫂自是不肯说 儿子直接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大瓶子 说今儿要是不放了哑巴他就自杀 大嫂连忙阻止 当天下午哑巴就被请到了江家 正式成为了江家大嫂 二嫂就是江家的活宝 当即拉着雅嫂去店里买衣服讨好她 还让嫂嫂以后就把她的儿子 当亲儿子使唤就行 大伯他们没有孩子 以后江家自然都要落进他儿子的口袋 接着又把雅嫂带去烫了个头 江大少也回到了失散25年的江家大宅 除了树木长高了很多之外 其他的还是她记忆中的样子 雅嫂见到她也很激动 两人很快就抱在了一起 当晚江三少也回来看望大哥 江家顿时被欢乐的气氛填满 反观大嫂这边却过得十分冷清 大嫂自不会就此轻易放手 没几天就找上被江家害死儿子的德仁 德仁做过刑警 大嫂也就不再磨叽 说三侄子不仅害死了她的儿子 还照着豪门身份在学校为非作歹 一切的源头都来自公共的宠溺 现在公共手上有装杀人案 只要德仁找出证据 不仅可以逼公共道歉 让死去的儿子得到安息 还能让正义得到伸张 德仁问她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还能是什么 她当然是要毁掉江家 德仁却将这是告诉给了江三少 郑宇找到大嫂 质问她为何要说些没有根据的话 大嫂可不是没有依据 25年前江白两家出海钓鱼 江大少发生意外坠海 之后白家就开始无条件支援江家 让江家光速壮大 她猜测江大少的坠海跟白会长有关 前不久江家遇到危机 公共找白会长求助两人却不欢而散 当晚白会长就遭遇车祸身亡 这是肯定也跟公共脱不了干系 莫非父亲真的杀了人 大嫂看出她的慌乱 提出让自己重回江家 她就既往不救 江大少死里逃生 江会长很失欣慰 说当年用她的买命钱壮大集团 希望大儿子不要怪她 江大少没有埋怨 也问父亲有没有害死白会长 江会长说没有 那只是一场意外 可没多久大嫂就查到 肇事司机的老婆突然报复 还搬去了价值超十亿的公寓 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买凶杀人 大嫂已向警方举报为要挟 希望跟公共面对面谈判 正与连夜赶回集团 问父亲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江会长说她虽然恨死白会长 但这件事确实跟她没有关系 雅嫂知道大嫂被赶走都是因为自己 她便找到大嫂说会把长孙带回江家 当亲儿子对待 希望能化解大嫂的怨恨 大嫂恼怒她抢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直接将雅嫂轰了出去 江会长也约见了大嫂 说她若继续这样闹下去 就把长孙逐出族谱 大嫂不为所动 发誓要把江家弄垮 得人本不想参与这事 结果经手这个案子的正是她的后辈 后辈说这件案子本都已过世杀人结了案 可突然又被人举报成故意谋杀 得人马上嗅到了不寻常的味道 她先后约见了江会长和大嫂 发现江会长确实跟这件事没有关系 但举报的人也不是大嫂 她就不打算再跟进这件事 可三少却说要尽快破案 因为江家用所有财产研发了一款新品 那关系到江家的存亡 如果有心人利用这件事诋毁父亲 势必会造成股价大跌江家破产 之后就算洗刷冤屈也无济于事 得人连夜跟后辈展台分析 很快也锁定了嫌疑人突然报复的妻子 不仅如此还查出 她就是举报丈夫谋杀的匿名者 她的钱是谁给的 为什么要把丈夫永远关在监狱 这背后肯定还有第三者 得人让后辈24小时盯着嫌疑人妻子 可几天过去妻子都没有任何异常 莫非有人故意在干扰警方办案 得人马上就想到了大嫂 于是谎称警方已经已过失杀人结了案 大嫂当即怒斥警方不专业 如此漏洞百出的案子就这么草草结案 得人说查不到嫌疑人妻子有什么问题 大嫂不乐意了 直接抖出嫌疑人妻子有个情夫 手上还有丈夫和买凶之人的通话录音 两人本约好敲诈数十亿后 再把录音交给警方 让丈夫永远坐牢 结果情夫贪心不足 偷走了通话录音 下一次讹诈更多的钱 而情夫之所以这么久没有行动 全是因为大嫂用钱将她藏了起来 只要大嫂断粮 情夫不出三天必去找江会长额钱 得人便将这事告诉给了郑宇 让她通知警方不控 情夫很快被抓 通话录音也被警方拿到手中 大嫂颓然地坐在凳子上 她一直以为公公在装腔做事 现在才知道公公一直都没有说谎 恶毒大嫂彻底断了念想 也幡然悔改 跪在地上说她愿意和儿子断绝母子关系 恳求公公让儿子重回江家 会长说她怎么知道大嫂会不会反悔 大嫂让公公不用担心 她一定能断绝这段关系 接着给公公行了的大礼 会长也没有在意 回去的路上却突然接到长孙电话 说妈妈留下了遗书 会长这才意识到大媳妇是要自杀 连忙让司机掉头 此时大嫂正在往湖中走去 司机又在其他地方搜寻 会长不得已只能亲自过去救大嫂 好不容易才将大嫂救了上来 她却因为年岁过高 加上剧烈运动永远离开了人世 豪门会长不顾年迈的身体 为救自杀的大儿媳导致心脏麻痹过世 谋权一生的心机大嫂碳在地上 不停哭着说她知道错了 江三少对集团不感兴趣 江大少创业卖煎饼25年隐秘了 准备戴亚嫂环游地球 所以将二少被迫接手了集团 二嫂当初看不惯大嫂才让儿子争夺继承权 现在也明白做人吗 开心最重要咯 很大方的就同意让长孙回归江家 儿子性格和智商都随她 得知不用学习喜上眉梢 连忙感谢老母亲的不杀直恩 将二少舔了初恋的大嫂一辈子 现在总算是睁开了眼 发现了妻子的美 老婆 今天我发现你 好美 二嫂则被她眼瞎 让滚回书房看书去 将二少一个过肩摔将她搂进怀里 给她说对不起 会一辈子做她的舔 哦不一辈子爱她 大嫂则将一直看不起的穷护士请回家中 说她过阵子就会去乡下 希望她能替自己照顾儿子 接着摘下江家祖传的大钻戒 让儿子帮忙戴在了小护士手上